回眸2022年,中国在能源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11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 同时也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全国之最,并取得多项重大突破,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个你可能之前没听说过的深海光伏发电,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22年10月31日15时18分,国家电头山东半岛南三号海上风电厂20兆瓦深远海漂浮式光伏500千瓦时政项目成功发电,成为全球首个投用的深远海风光铜场漂浮式光伏时政项目。 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海洋市南侧海域,离岸30公里,水深30米,本次建设的500千瓦漂浮式海上光伏,由两个环形浮体单元组成,单个浮体单元装机容量250千瓦,由环形抗风浪浮体,耐海洋环境的高强薄膜,光伏系统等组成,在直径53米,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的浮体单元上,共安装了770块光伏组件。 发出的清洁电能汇流到逆变气候,送至同场运行的半岛南三号风机平台,后续将通过海上升压站送出至电网。 该时政项目验证了浮体、描固、发电组件、抗风浪能力和海洋环境耐后性,验证风光铜场并网的技术可行性。 不同于现有的遮蔽海区和近海区域的海上光伏,该时政项目是全球首个在离岸距离30公里,水深30米,极端浪高10米的双30海洋环境下研究和建设的漂浮式海上光伏工程时政项目。 采用挪威公司的弹性薄膜专利技术,苗固系统设计和协星公司定制的耐海洋环境光伏组件,由北京迅能公司和天津港航公司共同施工完成,实现风电光伏铜场发电,有效降低工程造价和运行维护成本,为未来海上光伏实现规模化、商业化、标准化探索技术路线,实现与产业链的价值共生。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海上光伏电站的环形抗风浪浮体,由高密度聚吸管件预制,高度0.6米至0.8米,通过4个细薄点和12条蓝锁矛固于海床,与风机安全距离保持在60米以上,浮体中间打造新型光伏组件平台,依据海矿采用定制化光伏发电组件,可减少波浪对光伏面板的冲击。 同时,光伏组件采用预制滑轨与弹性薄膜连接,并通过薄膜直接与海水接触,水体对光伏设备的冷却可有效提高发电率10%以上。 去年7月,山东省印发山东省海上光伏建设工程行动方案,方案指出山东省将积极稳妥推动,漂浮式海上光伏发展。 重点结合海上风电规划建设,创新打造风光铜场一体化开发模式,逐步扩大漂浮式光伏建设规模,并推动其向深远海海域发展。 山东半岛南三号海上风电厂20兆瓦海上漂浮式光伏电站示范项目,是山东省首个重点支持的风光铜场一体化项目,也是山东风公司牵头的国家电头接绑挂帅重点任务。 项目的成功发电标志着该项任务完成重要阶段性目标,实现了深远海风光铜场漂浮式光伏项目研究的重大突破。 目前,山东光伏装机量已超3900万千瓦,路上发展空间趋紧,这次成功发电突破了海上光伏毛固、抗腐石等技术难点,实现了向海追光。 国家电头集团山东海洋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立志表示,通过这个验证,在技术上,经济上要全面取得突破和创新,这个螃蟹我们先吃,把怎么吃告诉我们同行形成国家的一些标准和规范。 未来三年,全省将开工建设200万千瓦的漂浮式海上光伏,规模将位居全国第一,还将探索推进海上光伏与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多种场景的融合发展,推动漂浮式光伏向深海规模化发展,实现全国乃至全球的引领。 看完前面的最新资讯,估计有些观众可能还云里雾里,究竟什么是漂浮式? 这还是要从全球海风资源分布说起,全球80%的海风资源潜力都在水深超50米的海域,但50米深海域都在深远海,开发难度大增。 中国目前,中国陆风资源和近海资源基本开发完毕,风电转向深远海开发成为行业发展必选项,而深远海开发必须用到漂浮式,因为原先的技术已经不能奏效了。 一般海水50米水深内,用的是传统固定式风电机组,即当下普遍使用的技术已经成熟,但随着海深加深,距海岸变远,固定式就不再适用,不仅成本更高也不够安全,漂浮式就应运而生。 简单理解,这种风电机组是漂于水面的,用钢缆在海底固定拖拽,像不倒翁一样。 国内这两年,已经有沿海省份注意到水面光伏项目,走得最接近的是山东、江苏、浙江、辽宁、广东都有海上光伏项目,其中江苏一个省就有18个。 作为光伏大国,中国西部虽然有大面积的集中式光伏,但本地难以销纳如此庞大的电力。 西电东宋成本高昂,在用电大省附近的水面直接安装光伏板发电,从运输成本上当然更划算。 不过,水上光伏技术难度高,气候相比内陆更不稳定,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规模。 如果能突破技术瓶颈,水上光伏项目无疑能让缺少土地资源的国家更多投入集中式光伏项目,对全球能源转型来说,这些国家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 相比中国,新加坡和日本这样土地狭小的国家对水上光伏兴趣更大,日本2007年就在艾芝县建起了全球第一座漂浮式水上光伏电站。 很长一段时间,漂浮式水上光伏只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有些零星分布,20多个电站相加的容量只有10兆瓦,主要还是用作实验或者示范项目,没有真正投入大规模使用。 直到新加坡柔浮漂浮式电站后,水上漂浮式光伏才算有些成功的大型案例。 这座五兆瓦漂浮式海上水上光伏电站2021年正式运行,有1.3万块太阳能板和40个逆变器,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漂浮式光伏系统。 它每年能发602万度电,大概相当于1250个四房组屋一年的用电量。 而日本则是世界上应用漂浮式水上光伏最多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电站多在水库修建。 千叶县山仓大坝就有日本最大的漂浮式水上光伏电站,2018年就投入使用,装机量达到了13兆瓦。 海面浮动式光伏对新加坡、日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是很重要的技术,他们都有广阔的海域,加上水面日照充足,看起来是反而比现有的集中式光伏更适合国情。 韩国更加野心勃勃,为山东项目供应技术的挪威公司又和韩国签订了协议,后者计划在黄海沿岸的贪图新万金开发2.1级瓦的漂浮式水上光伏综合体。 而在中国,漂浮式光伏电站带着更多社会意义,而非实际性补充电力。 比如安徽淮南市修建漂浮式光伏电站的初衷,是为了治理当地采煤后废弃的塌陷区。 虽然,现在漂浮式海风还没有大规模产业化,但未来规模可期。 根据中国对海风的规划,海风资源规划空间400几瓦,其中近海100几瓦,深远海300几瓦,而目前中国海风累计装机量约30几瓦,发展空间超过10倍。 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全球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新增装机约达到1几瓦,中国预计能达到200兆瓦,十五五期间,全球预计能达到约10几瓦。 中国预计在十五五期间,预计可以达到三几瓦。 最近的项目是2022年12月,海南万宁100万千瓦漂浮式项目开工启动。 成本方面,目前固定式海风的收益率约6%,近海中国已经非常成熟,深远海示范项目成本都比较高,目前漂浮式海风造价约是固定海上风电的4倍,其中成本占比最高的是浮体,占比约30%, 其次是细薄系统,占比约20%,然后风机占14%,海缆占6%,而推行时怎么保护生态也是难题。 水利部2022年5月还专门发文,表示光伏电站、风力发电等项目不得在河道、湖泊、水库内建设。 随着陆地资源紧缺和碳中和逼近,光伏从陆地入海必然发生,不过水上光伏要走过的路会比陆地光伏艰难很多。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发展。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